疫情衝擊短短一個月 過去熱鬧的光景再也不見 市頂夜市宛如空城 疫情遙遙無奇 貪商們叫苦點天 貪商叫苦連天 呼吸睡覺都在燒錢 如今房東也只能調降租金 像是大東路市夜市熱區 過去一棟月租近百萬 小攤位也要價30萬 但現在疫情月租只剩10萬 文聯路月租10萬降到5萬 大南路最慘 現在攤位租金行情只剩3到4萬 大多數退直接對半砍 已經都有降價降了一半以上 甚至還有一些房東 他們都沒有在收租金的 南港疫情即便房東降價求租 貪商還是撐不下去 市頂夜市目前由商圈聯合會 和國際觀光發展協會 分別納款280攤和200攤 光這些代租攤位就一成 更別說如果加入早市2300家 損失恐怕更慘重 如果貪商有需要向中央申請 相關的補助 那我們這邊都可以提出相關對應的 疫情重創整個大環境不景氣 政府能幫忙的必進有限 貪商還是得硬著頭皮做生意 咬牙苦撐 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 3D新聞 戴衛城 林育鈞 台北新聞報導